欢迎回来Just Talk 我是DJ彦涵 我们找到了小月喜乐场所的创办人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小人物的冒险 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工作 小月正在创业 个人工作室 其实创业是蛮辛苦的 而且压力很大 因为你不能确定你下一餐的饭在哪里 没错 可是最实际的 好 所以我们创业之前 你先进入了主持界 婚礼主持 那当初是为什么会接触到婚礼主持呢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参加了很多社团 所以那时候一直有机会能够拿麦克风 然后我在毕业之后我就想 那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对活动主持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进入了婚雇公司 后来就进入了婚礼主持界 所以当初在婚雇公司有给你什么样的磨练吗 婚雇公司它基本上就是协助新人去处理他们的婚礼的大小事 可是我发现我好像对婚礼主持比较有兴趣 所以才转换了一下工作的心态 然后到下一间公司 了解 因为我觉得婚礼主持它有一个蛮紧张的地方 就是它的容错率是零 对 因为新人一生只有一次 你搞砸了就没了 就是糟糕了 所以这压力很大 我觉得所以要熬过这个压力 然后真正进入主持界变成主持人 我觉得很厉害 你有觉得每次上场前的那一分钟是很紧张 就是站上去的那一分钟 即使我们都主持得上百场 那一分钟有时候想说不然先回家好了 有时候会有一点这种冲动 真的会 因为实在压力太大了 但是主持也是很好玩的啦 所以可能才会有很多的成就感 你才会继续这样的工作 没错 没错 好 那一直 其实主持跟创业它是两件事情 因为你主持你可能可以跟婚工公司配合 或你可以自己就是一份工作然后接案 其实是比较轻松 那你怎么会让他选择变成你的创业 然后你的正职呢 我大概在三年前四年前的时候 我有一天醒过来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应该这样下去 我想要做的主持好像不是这样 我想做的主持好像还有更多想要完成的一些理想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签公司 带着我身上仅存的五万元 五万元 没错 就离开了签公司 然后那带着五万元的你去了哪儿 我那时候给自己立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一年的时间 然后带着这五万块 然后我就在这一年当中努力的去接案 然后试看看创业 如果钱花完了 一年的期限到了 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 可以再回来原本的岗位 所以我们认识你找我是在那一年吗 还是之后了 应该是在之后了 所以你自己先熬了一年了 对 那那段时间辛苦吗 那段时间应该是创业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因为你会有很多的怀疑 你会觉得我做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因为你可能没有任何的人脉 没有任何的作品级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行销出去是很困难 所以常常会有很多时刻你是很怀疑自己的 所以带着这样的怀疑跟仅存的五万元 你有没有受到家人或朋友的劝退 或者是一些人的质疑 有这样的经验吗 会有一些人质疑 就是觉得 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样的辛苦 去创立自己的品牌 你可以在原本的公司有一定的待遇 其实也是OK的 毕竟自己接案 你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做自己想做的主持 想要的方向 对 我就是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嘛 然后在这一年的比较后期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多的贵人 协助我 帮助我 所以就度过了那一段期间 所以比较难熬的其实就是自我的怀疑 对你来说最难熬的 你看吧 我就觉得你会失败吧 没错 你就是失败了 我不想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就是觉得既然决定好 我就奋力一搏努力的去做 所以是这样的坚持 让你可以熬过那个最辛苦的一年 没错 好那刚刚有讲到贵人 贵人是在那一年出现的吗 我觉得在创业的路上 都会有不同时期的贵人 以及很棒的伙伴出现 然后那一些人都是组成 喜悦场所很重要的一些能量 包含燕海也是 阿燕海的家儿 我应该算是很难控制的主持人 应该还好 因为小月其实是一个蛮有原则的人 然后很认真 就是很规矩 然后像我就会放我比较松一点 其实主持要当上一个主持人 并不是大家想要那么容易 会说说话就好 其实我相信小月的训练也是这样 就是从思宜 思宜跟之前就是看 学 然后做一些边边角角的 拿花 拿道具 扛裙摆 开门 有的没的 慢慢的熟了 开始拿上麦克风 开始当思宜 看稿子念 变成主持人 那主持人跟思宜 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主持人临场反应要非常好 这都是经验的累积 不是大家想的 会讲话 拿麦克风这么简单 对啊 真的 千万不要找亲戚朋友主持了 除非亲戚朋友很厉害啦 对啦 没错没错 很厉害的亲戚朋友 那从思宜啊到主持你的学习呢 你是怎么样突破 一再的突破各个阶段 一直到现在的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一开始主持的时候 我一直在追求人生中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觉得企划书很厉害的 完全没看过的婚礼流程 那个才是最棒的婚礼 可是当我越长越大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婚礼它的本质是什么 好像不是很难忘或者是很浮夸的流程 而是你的一生当中集结了最爱的朋友家人 在同一天祝福着你 所以他应该是有很多想要说的感谢或者是话 在那个时候你想表达出来 我才发现原来爱这个字 才是婚礼当中最必须出现的本质 然后我就改变了我的主持风格 从什么变成什么 该不会本来是有那个吧 跳热舞之类的 我本来喜欢很热闹的场合 我觉得很擅长主持那种活动啊 带游戏之类的 可是我就觉得 可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啦 我自己主持就是从 思议到主持其实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困难 一直到我觉得 你要成为一个可以把新人的故事 他们想的能毫无误差的表达给宾客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当你在访谈 我们主持之前都会先跟新娘新娘见面聊过 访谈的过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可能是你唯一或唯二 跟新人接触 知道他们的故事 知道他们的个性的机会 对那 所以对我 一开始对我来说就觉得我个性比较怕生 有时候第一次见面我也有点害羞 新人有点害羞 一直到后来慢慢的觉得可以放开自己 跟他们聊天 然后挖掘到他们的故事 他们真正的想法 他们喜欢的 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学习跟突破 那小月在访谈这个部分 其实今天是偷来那个 偷学一下 请教我两招 访谈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访谈它 你可以说它是一门学问吗 我觉得就是 现在的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 可能看一个标题 或一些文字 你可能就决定了这件事情 它是怎么样的发生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别人 所以我觉得访谈这件事情 就是从倾听这两个字开始 你从倾听他们想要说的话开始 你就可以更认识他们 当然同时也需要具备一些同理性 对同理性 我最近在上一个课程 刚好有个同学分享到 他说他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本来以为的倾听 其实我们都是在找空档讲话 就是我们听着听着 有空档赶快我要讲 对他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倾听 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学习 要真的放下自己 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想法意见 或者是觉得要 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 就真的只是去听去感受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蛮值得学习 笔记 访谈要多久 我觉得如果说访谈一个小时 如果客人能够说到40分钟 对 就是很棒的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元素 是可以运用在婚礼当中的 对啊我觉得客人讲越多 我们真的越好主持 没错没错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真的比较 内向 害羞 化少 神化一歌一节的组合 你有遇过这样的新人吗 我觉得很妙的是 就是结婚的人 通常他们互补的人比较多 你有发现吗 就是可能新娘很活泼 然后另一半可能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所以都一定会有一个人化多 然后一个人化少 我就会专攻那个化少的人 那你是专攻化少的人 对 为什么 你不是化多比较好聊吗 因为化多 我就很容易能够突破他的心房 那化少的那个人 他其实心中是有一些想法 其实他不好意思说出来 他可能是比较闷骚的个性 那你要怎么突破他 他就化在少人 我会一直问他问题 哦 问问题 疯狂的问他问题 他想说 那想说今天来访谈 怎么好像被神问 被神问 甚至紧张 对 但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 对 其实跟新人聊天 常常都会得到很多东西 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 诶 其实我们要聊创业啦 不小心又聊到婚礼 因为婚礼真的太多可以聊了 好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聊创业 小月的梦想是创业吗 我的梦想不是创业 那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主持好婚礼 创业只是你的梦想的一个一朵云 你要踏上它 是这样的感觉吗 创业它是能够让我拥有 我想要主持这个理想成功的一个方式 对 但它也是很重要的 对错 一个垫脚石 对 好 所以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聊一聊工作创业的甘苦谈 一定要继续收听 并且岛礁土客 找到艳涵 按赞分享都很感激 谢谢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